星期日晚 Super Sunday 英超的尾場賽事 兩支倫敦球隊在第二週聯賽 碰頭了 西倫敦的車路士 在史丹福橋主場迎戰 北倫敦的熱恥 雙方可以說入球梅花間竹 先是上半場 車路士憑著一次角球攻勢 由新加盟的塞內加爾中堅 高烈巴黎 接應鼓鼓拉娜開出角球 離門大約十多馬 球不著地押忍 拼忍得很漂亮 應聲掛望 幫車路士領先1比0 接著熱恥去到下半場 即是一直 歷戰到下半場中段才憑著 赫爾堡在禁區頂 按一個很漂亮的球 按回軟柱 入岸追回1比1平手 但是當追到1比1之後沒多久 車路士又再次入球了 這次入球是憑著RJ的烈士 憑著一次反擊 接應斯大林的橫傳 RJ面對著 在空位面對著 羅列斯 熱次門將羅列斯兜口當面 大大的門搜尋 石城2比1 滿意為車路士可以全取3分之際 在保時階段 保時大約5分多 接近6分鐘的時間 那麼 熱次憑著一次角球攻勢 就由King 人堆當中跳起一頂 頂入近門頂入 最終熱次2比2 迫和了車路士 那麼就取回分 雙方角得1分 這一場 車路士的表現 可以說是教階的 首先就要賺一賺杜曹有個針對性的部署 這場球 知道莊太宇第一場 熱次的表現 修咸頓 即是熱次第一場球的對手 那個筆堪和那群球員的踢筆 當谷歌那麼上 或者沒有給到任何壓迫 熱次之下 令到熱次前面的三叉擊 古佬 King和阿新 就可以有一個很大的發揮空間 亦都被他們發揮得很好 所以就導致第一場球的熱次大勝 所以有見及此 車路士杜曹 就 索性就 不如這樣吧 把 防線方面 收緊 踢得不怕保不保守 最重要就是 縮緊防守 不要給太多空位 King和阿新的特別 所以這場球 面對著熱次三叉擊 前面的三叉擊 就看著你們兩個已經足夠了 不需要全看三個 因為熱次三個 古佬 阿新和阿King 其實老實說 入球中任都是阿新和阿King 看著你們兩個 古佬任憑你怎樣去 你也要求邊 還有 你的 級數跟阿King 阿新又差一點 你是作為一個輔助 前場攻兵的形式 怎樣的威脅力 都不夠剛才說的兩個射手那麼高 所以這場球 杜曹 在後防的陣容防線方面 首先排排三中堅 高烈巴利和泰古斯華在 反而右中堅就用了RJ 收了RJ 就不出艾斯比利古達 因為真的怕艾斯比利古達時侯年紀大一點 速率方面就慢一點 在活力和 對抗能力方面 RJ 還是高一點 因為始終年輕一點 這場球又特別 如果你在那邊對著阿新 你被阿新那一刻 靈巧的 轉身 變速 斷速 這樣爆 你出艾斯比利古達 隨時會有 被阿新爆開的風險 但是起碼出RJ 體能呀 速度呀 活力呀 都會起碼 令阿新一動都沒有 如果緊貼的話 不會怕你那些斷速呀 怎樣爆開的 所以呢 這場球就用RJ 收回來打個右中堅 再由泰古斯華 領導條防線 高烈巴利是偏左 這一個是頗臭效的 令到阿King和阿新的這場球 被專人看著 基本上是沒有一口好吃的 沒有一口好吃的 而 好了 你就說 除了啦 亦都令到 阿King 這場球有些獨力難知 可以說 因為一籠那球 你想一下都沒有 沒有什麼人可以追蹤到上來 亦都沒有 前面 當阿新亦都被人看了之後 沒有人掩護 沒有人去幫他的時間 一來到就兩個起碼夾住他 至少兩個夾住他 任憑你阿King 怎樣射手法呀 技術怎樣都好 喂 大佬呀 雙拳難敵四掌呀 點他搞定呀 所以上每場熱刺 那個攻勢是很差的 很差的 完全是受制於車路士的防守的 這一點也要付回到杜曹的 那還有一件事 杜曹 就是 在這個 右翼衛了 RJ收入中間 右翼衛用了龍虎子去踢 特別來說 杜曹 金翔波在一隊的翼衛 就是知道 熱刺也是集中在那一隊的翼衛蓋上來 進攻的發電機 所以呢 他也是在這方面 做一些功夫 盡量就不會讓你太多熱刺的一隊的翼衛有機會上來 來製造一些什麼攻勢 既然RJ收入中路 右翼衛沒有理由出A.S.P.L.I.T. 是不是斬被人包 龍虎子 用龍虎子 赫神奧道爾就已經得不到杜曹的寬心了 要上陣也比較困難 那麼現在呢 金翔波又譯為更加杜曹 更加寧願用龍虎子 而龍虎子呢 金翔波的表現是不差的 在攻守方面 蓋上來的 後上蓋上來進攻的 他絕對有啊 但在防守方面 都不落下風 因為金翔波熱刺出了這個沙色浪 比較 速度和體能比較好的 球員 所以金翔波就出了龍虎子 如果這個位置出了A.S.P.L.I.T. 也是那句啦 速度和活力大不如前 但是龍虎子起碼勝了什麼 夠難打 夠難打 你可能覺得防守意識會不會有點不足 始終不是防守球員出身 但是 他本身有這樣的體能 身形 身體質素 再加上那下難打 夠勤力呢 你就算是沙色浪 你怎樣也搞不定 他真的會幫你手 附近的都會盡力做一個 防守 阿KING的 他不時都會走進去 收回中間 他幫忙盡量去防守 阿KING的 阿新也是那些 所以龍虎子的 憑個效率取勝金場 可以說是將熱刺 左邊 大部分時間封了 這件事 是要付回Credit的杜曹 還有一個就是左邊的Gugulala Gugulala的這個 這個掃把頭 那麼 這場球在左邊 都經常勝 攻守兼備 踢回他在伯利頓時的水準 那個踢法可以說 在伯利頓時 大家已經見識過他的助攻能力有多強 防守能力也是不差 這場球也是 古佬在他那邊 基本上都是沒有一口好吃的 沒有一口好吃的 就算拿到球 被他很多時候逼到挨邊 最終 那球一旦出不了 又一旦出 就算沒什麼威脅 所以Gugulala的這場球 加上他開國球 助攻了一球球 可以說 告訴大家 車路士 貴價買他 他真的沒有買錯的 甚至會 逐漸展示給大家聽 我真的值這個價錢 所以Gugulala這個球員 就可以說 這場球也是其中一個亮點 當然亮點除了還有他的頭髮 大家都知道林完場的時候 哈哈 你如是羅美奴 你真是不幸運 羅美奴 是阿根廷球員來的 阿根廷球員出名陰濕的 出名是瓦瓦陰濕的 一個阿根廷在烏拉圭 南美那裏 出名的 那麼 當然啦 不是鼓吹這些 所謂的陰濕招 就是這樣說 成為了羅美奴 羅美奴亦都逃離發眼 但不知道會不會抽選掌 當然啦 如果這場球 個人認為車路士最佳球員真的是RJ 除了防守方面之外 進攻率也很多時候壓上來 車路士今場球的進攻 雖然真的比較佛力 真的比較佛力 防守組也好 但很多時候都是靠中後場球員 蓋上來幫忙進攻 今場球車路士很多時候都控球在腳 在控球方面都贏了 你說製造攻勢 攻勢都多 但是 真正有威脅的呢 反而下半場多一點 上半場也不是太多 有少少在外面搭拆 但有時候會覺得 搭拆因為不能進去 你前面不夠人 始終真的不夠人 RJ今場球很多時候 就是在錦區頂 幫忙上來做一波 甚至想 爆進去 也有 下半場更加多了蓋上來 其實今場球可以踢右中堅 當下蓋上來 那個速率也很快 亦都翻得失去 進入那個球 更加 走的位置更好 空了 這個真的要贊回他 今場球 RJ攻守兼備 當然啦 最後一波 雖然叫做 半霸烏龍 因為打到改變方向 就叫他進入了 令到二次追訓 但那個球沒得說 電光火石之間 是這樣防的 他撞了出界 你說很聰明 他剛好打入網 怎麼辦 RJ今場球 OK 挺好 個人選擇的今場球 車路士前面 只剩下2-5-0 在前面是回弱一點 但是 也帶不到威脅 夏培斯很沉 夏培斯又很沉 越踢越敏 兩場球 夏培斯今季 開季的兩場球也是很麻煩 所以前面是很靠2-5-0 但只不過有時 有些奇怪就是 車路士開球初段的時間 不斷兩邊調高球進來 但在裡面 又不是夏培斯 是2-5-0 為甚麼2-5-0 那麼小顆 你怎麼去刪頂 除非你說想搏 阿尼迪亞 羅美羅 賓達維斯 那些不集中 或者轉身慢的那些 在身後面他一漏 就擠了進去 但是當你繞一繞 這些球 都會進來 其實 阿尼迪亞這些 多謝了 完全彌補了他 即是 不會暴露到他的弱點出來 繞一繞 頂走 所以有些奇怪的車路 像上半場初段的攻勢 一旦斬進去 有些浪費球 彥宁完全不夠頂 神經病 彥宁這場球也 不太好 下半場失機了 那個球 典型彥宁式射門 近門炒高了 當然夏培斯也是頑皮的 哇 夏培斯你下半場那個球 如果近門入了的話 死刑了 二次死得了 你那個球離門這樣 浪費了那麼大 差點浪費了 浪費了 浪費了 所以 所以 夏培斯這場球真的比較好 以及閹靈 兩個表現都不算太多 但 相對的閹靈 比夏培斯更好 而且閹靈 你看到他的走位 真的在哥迪奧拿調教之後 是靈活了很多 如果你說因為他 而令到天武雲拿走 也沒有話可說 真的沒有話可說 真是 那麼 儘管看看 艷靈可不可以繼續之後 慢慢成為車路士前場的重心 好了 至於熱刺那邊 熱刺那邊的這場球真的正如剛才所說 進攻方面的配搭真的比較差 阿庆和阿新 其實已經 自斬斷了 另一個問題就是因為前面 就算給了阿新 阿新 但後面蓋上來的科路是不夠的 賓坦古和赫爾堡 不是那些 可以很輕易撞的球賽那些 都是弓兵型球員 駁腳 弓兵 一對翼衛 亦受制於車路士這場邊路的防守 上去的效率 亦有限 所以 上半場 熱刺真的不多機會 下半場叫我開始好一點 壓回前一點 拿回勢 逐漸想拿回勢 都拿不到很多 其實 去到下半場一半時間都不是太好的 直至換了人 Richie進來之後 轉陣 變成4-4-2 而那時候 就開始拿回攻勢 我都說Richie是對的 在前面那種死女 正正就是對干地的一套 還有你打反機很需要 虛爾堡入球 按個好球 就回合1-1 雖然之後 亦因為後防失誤 不集中 就被RJ近四 得手 車路士再次領先2-1 但熱刺跟着後面的時間 也算是 放膽進攻 用佩利錫打左翼蕊 個人感覺都比薩色朗還好 只不過是右邊艾瑪臣 還是艾瑪臣 還是艾瑪臣不用上季愛上盾去敵呢? 敵敵已經傷好了 應該可以出的了 今場最終憑著King接應角球 頂入 追回2比2 是有運的 但接下來是否真的可以保持前列增標的機會呢? 今場球再次看到乾地在破蜜集 或者當對手 又不能拍大巴 防守性一點 你又站在這裏 只要看著King和阿新 或是其他人 都是麻煩的 當然啦 車路士的今場球 我們也說過 有點像阿仙奴的集中一邊進攻 但到這裏 又會扯回邊 又會轉邊過去另一邊 空位置 其實熱刺方面 在防守方面也要做好一點 今場球熱刺的防守不算做得很好 幾個中堅都有點失落 集中力也是一般的 老實說 以今場球二次這樣的表現 拿到1分 絕對撿到 連二次球迷也這麼說 二次球迷哥頓也這麼說 即是有運的 這次球迷也有運的 當然啦 最後的花生了 最好看的 最精彩的 當然是牆外面 比牆內更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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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加起來八九幾歲 好心啦 還有一些小學雞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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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這麼大個人 還有一些小學雞 有什麼位置呢 這樣吃個紅牌 好啦 今天 這一集的時間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麻煩 放一個Like 還有Subscribe這條Youtube Channel 下面的Description可以按進來 加入TG Group 我們可以跟我們說說波金也可以 說其他項目吹水也可以 還有就是FollowIG 好嗎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